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值得入手的户外电源之一 它就是由国产的正号电源最新推出的Ray River第二代便携电源 首先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充电速度最快的户外电源 一个小时就可以充满 其他电源可能要充4到7个小时 如果你前一天忘记充电就会非常的麻烦 而Ray 2你的充电场景就丰富很多 你可以第二天起床再充 或者是在旅途中随便找个地方充一个小时电 充电就不再是一种负担 你的用电焦虑就会少非常多 第二Ray 2全线采用的都是磷酸铁锂的电池 区别于以前的三元锂电池它会更加的耐高温 所以就算你放在车的后备箱 现在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它变得更加的耐用 可以循环使用3000次 如果你一星期使用一次可以用70年 这次的Ray 2其实一共通了三个型号 Ray 2 Ray 2 Max 还有Ray 2 Pro 最小的Ray 2重量只有3.5公斤 它们的容量分别是256瓦时 大概可以充20台手机 Max是512瓦时 Ray 2 Pro是768瓦时 其中Ray 2 Pro的深微逆电功率可以达到1600瓦 你可以临时用它来烧水 野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不需要用到大功率电器 只是充一下数码设备 露营灯 风扇 其实Ray 2和Max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像这次我还带了一个冰箱 这三款电源都是可以使用的 它还有不间断供电的EPS模式 停电的时候可以迅速从试电切换到电源 去给你的设备供电 总的来说这款Ray 2不仅体积小巧便携 非常的耐用 而且充电速度非常的快 关键是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如果大家是在考虑入手户外电源的话 这款Ray 2我还是非常推荐的